這個把媽祖交給的人 向左轉向右轉是他們在決定的 那是媽祖決定 我眼睛看不見 我只要相信誰 其實我們要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 主持人的一個疑問 因為 在決定路線 我們都說媽祖帶路 媽祖帶路 怎麼帶路 他怎麼折路呢 其實叫感是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跟我講說 叫感 我還是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叫感有可能作假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去教我們的觀眾朋友 所有今天看到這個有福了 因為我們要在現場 怎麼樣觀察 到底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主要的 我們像我們自己本身是很資深的 HUDIN CAR 我們都會看 這個我們GIO BAN 他的腳 他的腳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四人腳 你說腳 你現在比一下你的手 就好像是腳一樣對不對 對 我們都向前 他是方向一定往前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部分呢 往前的時候呢 你前面 第一個 他一定往前看 第二個可以看到第一個 第三個什麼都看不到 第四個看到第三個 可是 如果你今天要一個轉彎的話 如果你前面跟後面是不搭的時候 沒有說好 沒有就是講好的話 那一定是會有差錯的嘛 因為那個腳都沒有辦法同時 一個方向轉 所以你教我們怎麼看 他們的腳方向怎麼看 對 如果 四個人的腳都是往前的 那往前的時候 如果他現在 好我們現在媽祖要折路 要左轉了 他的腳 四個人會同時 他的腳步同時跨出去 然後 同時往左邊的方向轉 這麼神啊 對 是非常的神奇 因為呢 你都覺得就是說 這可能是造假 但是我們的教班有無主人嘛 如果 你要說好 那無主人要怎麼說呢 總共有20位啊 好我們講到了白沙屯媽的神機啊 真的是說都說不完 是 繼續向美要來告訴我們